嗯,月儿来了,快来快来,一起消消数 兰一,出事了 哎呀,天塌下来,也不急在这一时 封兰一的眼睛盯着画板,无动如山 萧南月是四年前她从悬崖下面捡回来的 而她,恰好也需要银钱傍身 所以就跟萧南月一拍即合 这些年,陆续开了首饰铺子,酒楼,药馆 这次是真出事了,我刚接到消息 南离太子要出使冬末 墨祁渊现在正在来接你回府的路上 陈儿,这次她刚把话说完 就发现踏上的人已经不见了 再看去 哎,你要去哪儿 跑路,墨祁渊一来,肯定会跟我抢枫叶风摇 况且现在天下局势这么乱 冬末太子之位悬而未定 我才不想回去趟这趟浑水 冯兰姨和萧南月离开之后 谁也没有注意到 窗户边有两个圆圆的脑袋正在冒头 啊,哥哥 墨祁渊是谁 嗯 爹爹 嗯 爹爹不是刚种下 验证 岳墨过了半个时辰 一队人马在庄子外面停下 墨祁渊翻身下马 如鹰笋般的目光在四周扫过 风圆百里不见半座乌房瓦舍 这里果然偏僻啊 难怪连府里的嬷嬷都不愿意来此处养老 王妃在这里一待就是五年 肯定过得十分凄苦 进了内院 有花藤做的鞦韆 葡萄架下奢华的摇椅 还有旁边桌子上放置的琉璃烧制的酒具 去里面看看 王爷 王妃不在里面 里面 里面 大惊小怪 王妃不在屋里还能去哪里 到了屋内 突然 房间立柜里传来动静